刚刚获得2017国际中华小姐贵官凯旋归来的余思廷 昨晚身着红色晚礼服 头戴象征冠军的贵官宽宽走进会场 立刻赢得了真正掌声 来自单亲家庭的余思廷非常独立 她热爱舞台 一直怀揣并执着追求着演员蒙 2016年余思廷曾获得美国华裔小姐冠军 但是国际中华小姐的比赛还是给了她很大压力 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余思廷每天坚持健身 练习才艺控制饮食 她说最终能够成为15年来纽约首位国际中华小姐冠军 离不开的努力和坚持 今天得到这个冠军最主要的关键是我真的很坚持 就是就算当初失败了我并没有放弃 所以我觉得希望告诉所有有梦的女孩们 真的不到最后真的不要放弃 当晚余思廷的母亲唐乔依也陪伴在女儿身边 她说女儿度过那天正好是自己的生日 女儿能有今天的成就 她十分骄傲 常常都跟思廷说 无欲则刚 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的就去做 不要想结果 美国华裔选美会运营总监阮建华表示 余思廷代表美国的华人 代表纽约获得了这个荣誉 这也是大家所有人的胜利 15年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知道她在舞台上面 轮楼的人家做一次两次rehearsal 她就做十次二十次的rehearsal 这个是我们目标又提高很多了 因为我们有经验了 因为我们三年的打拼之后 这三年之后我们明年我们要求更高 美国中文电视 吴丹琪一路并报道